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节目 我是587 这条帅 那么我现在在上海的外滩电影中心 然后我身后是三款萌萌的小吃 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红光蜜蜜EV的三个全新的颜色 一个白桃粉 中间是牛肉果绿 绿色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柠檬黄 然后拉进去看一下 三种颜色 然后这也是红光蜜蜜EV跟专门的色彩机构 来联合发布的这么一款 三个颜色 然后我们看一下外观 其实外观有变化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灯枪这块 然后LED的灯 日间行车灯还是非常好看 然后前脸依旧跟原来那款很萌 然后这是它的充电口 看一下 然后里边一个慢充充电口 额定电流10A 后备箱设计了一个 加用220V插销的充电 然后只能这个方式来充电 然后我们看侧面 其实我认为对外边最大的就是它这个轮圈 轮圈这个虽然说它也是一个全新的造型 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钢的一个轮圈 然后外边加了一个盖 但这个盖加的我认为还是恰到好处的 然后整体提升了它这个萌萌的这个感觉 然后我们看一下车尾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这边是宏光mini-v的这个logo 然后50下边这个按钮是开启后边这个尾箱的这个 然后打开以后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后面箱的空间吧顺便 只能放一些窄的东西 容易放个书包啊 放个一些像充电线啊 那是刚才我说的充电线 这边插上插头的那个车头的充电接口 然后这边接上你家用的那个220V的一个10A的一个插销 就可以进行给车进行充电 然后这就是它外观的一个大概情况 然后我们就说这么多 一会儿呢我们去说一说车内好吧 然后我们先说到这儿 然后我们一会儿见